嗨 大家好 我是雷哥 在這個平凡冬日假日的午後呢 賴床賴了一陣子 最後還是決定出來騎車啦 今天天氣好到可以直接穿短袖出來騎車啦 其實今天本來是沒有打算要出來騎車的 再加上最近那個蘇菲的煉金工房2 還有艦隊收藏的活動也開始了 好不容易的放假就想要宅在家裡 稍微打一下電動 那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 今天的天氣真的實在是太好了 再加上已經有整整一個月沒有活動一下身體啦 太久沒有運動都會有一種怪怪的感覺 那身體時鐘會慢慢失調 反而出來動一動流流汗是有助於身心的調整了 出來運動完回家配一杯冰豆漿 那坐在電腦桌前好好的享受 這樣電動打起來也更加的舒服啊 還是決定出來來爬一個比較輕鬆一點的路線 接下來位置呢 位於龜山桃園台地的邊緣 沿著東萬壽路或者萬壽路一路下坡的話 就會到新北的新莊 也是我以前騎腳踏車騎去動漫展長騎的一條路線啊 就是台一線跟台一甲 今天呢就來嘗試一條 還有可能桃園市區龜山民眾都很熟悉的大洞山路線 但是我自己是完全沒有騎過啦 因為都是在市區 那我自己騎車是很不喜歡騎市區的 所以這個大洞山一直就沒有來騎過 大洞山的部分聽說有五條登山的路徑可以上去 其實我只能夠勉強看得出有兩條線 是可以直接接到山頂的405高地 那今天呢就可能隨便挑個一條或兩條 來騎騎看吧 那從這個登山口爬到405高地的話 大概四公里不到就到了 那爬深野只有僅僅了370 廢話就不多說 直接開始爬 消除一下遮惡感 回家繼續打電動啦 出發啦 GOGO 看到我現在沒有帶口哨 我就知道現在其實已經是3月了 該不會這條封起來之後 鳳桃就要成為絕像了吧 這邊是用GOGO的自行車導航啦 小地圖看起來也是有路的 剛仔細點開之後才發現 因為這一條叫心靈山步道 管他了 扛車啦 不行不行不行 要倒了要倒了 今天換一台相機拍好了 最近桃園台北連續下雨下了快兩個禮拜 防潮沒有弄好 鏡頭裡面都起霧了 換這一台平面拍好了 待會兒在這裡 很快 放下 戴下雨下 我會放下雨下 在那裡 好 我會放下雨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因為像這種三離四驅很近 所以基本上連補給品甚至連水都不用帶太多 就可以直接爬上來 所以整個心情、體力的運用上還是很輕鬆的 反正看到走坡,抽就對了,衝就對了 罪惡感也算是大大消除了 可以回家好好的洗澡打電動 主要還是這次換了新的鏈條跟飛輪很有感 再也沒有那種要用力燉個半拍的感覺 再加上今天不一樣 今天是全新的硬底藍白拖 所以踩起來就很有那種硬底鞋卡大的感覺 抽車抽起來也感覺特別有力,非常的過癮 後面這邊就是大洞山的地圖 聽說大洞山是五條路線可以上的 但是我這邊左看右看 感覺好像有柏油路的就是我剛騎上來的那一條 其他的話都是有點類似登山步道類型的 今天就不要再加碼啦 趕快回去剪片,今天點到為止就好 因為下個禮拜又想要來規劃一次比較大的旅程 所以今天算是久了一個月,稍微找回一下騎車的手感 這樣就好啦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偶爾騎男的,偶爾騎輕鬆,偶爾騎onroad,偶爾騎offroad 這也是騎車好玩的地方啊 自己騎得高興,騎得快樂,有收穫到東西那就好啦 好啦,那我們這次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下次再見,掰掰